引發上萬人抗議的核源火電廠二期項目 在短短一天時間裡成為各大網站的關注焦點 週一 中國官方終於有了回應 官媒人民網引述核源市委宣傳部稱 項目目前處於開展前期工作階段 還在決策過程中沒有上碼 該市委書記黃建忠也重申電廠零排放沒有污染 核源市政府官方微博核源發布稱 聚集過程中群眾理性平和沒有發生衝突 將堅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科學決策 公眾溝通原則來進行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核源市政府一名負責人表示 暫時還沒有一個實施的 記者又向核源電廠和核源市環保局查詢 但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參與遊行的李先生週一告訴本台 不滿意政府的回應 市民們還會堅持抗爭直到宣布撤回項目 李先生還告訴本台市民們都不相信市委書記的說法 當初兼17電廠的時候也承諾零排放無污染 但建成後該市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我們都是放下手頭上的工作 為了自治的身體 子孫後代 為了大家 子孫民眾的話 是吧 盡一點微薄之力 希望那些當官能站出來為人民說話 就要遊行去反對 污染那麼大 現在核源的人之前的意識沒那麼強 現在越來越不行了嘛 那個環境污染啊 空氣各方面啊 那這和電廠疫情有關係嗎 肯定有啊 關係挺大的 小孩啊 經常都感冒啊 病啊 發燒啊那些啊 據現場圖片顯示 大批市民戴著口罩到市中心聚集堵路 有市民手持紅色長橫幅 上面寫著 不要為人民服務 當官不為民做主 不如回家賣紅薯 核電項目滾蛋 還我健康 還我藍天 有權不能任性 鐵腕治理污染 許多家長還帶著子女 一名小女孩手持 還我青山綠水 核電二七滾蛋的直排參與遊行 還有許多手拿拐杖的老人也手持 還我藍天火電廠滾的標語遊行 另據圖片顯示 大批警察拉起封鎖線 手持盾牌與民眾對峙 有警察拿著喇叭向民眾喊話 李先生還表示 核原市區範圍內 曾組織過反對核原電廠二七上馬的萬人簽名活動 但政府仍然不傾聽民意 此次事件曝光後 核原當局仍在封鎖消息 當地媒體依然集體噤聲 當地門戶網站直到週一還在瘋狂刪帖 作為我們群眾的話挺嚴 就說你看核原的話新聞是看不了的 不報導是他們不想報導 怕曝光和影響力太大了 一名叫張志忠的市民在網絡上表示 在他對此事近一個月來的調查期間 當局一律回絕外媒採訪 向他透露消息的人被接二連三請進國安部 兩個廣東臺記者報道後被撤職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新鄰的採訪報導 請注意 謝謝 請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